长厨 洗净的菜心取菜梗 切一厘米长段 锅中加约600毫升清水烧开 倒入胡萝卜煮沸 加入洗净的毛豆煮约一分钟 营养分析 毛豆富含蛋白质、酶生素、钙、铁、铁等多种营养物质 还含有人体必须的亚油酸和亚麻酸 可以改善脂肪代谢 有助于降低人体中肝油、酸脂和胆固醇 毛豆还含有卵磷脂 是大脑发育不可缺少的营养之一 有助于改善大脑的记忆力和智力水平 将煮好的材料捞出 用油起锅 倒入葱白、蒜末炒香 倒入菜心炒匀 倒入胡萝卜、毛豆炒匀 倒入胡萝卜、毛豆炒匀 制作指导 煮毛豆时可加一小撮盐 因为盐能使毛豆中的叶绿素趋于稳定而防止被破坏 加盐 加盐 味精 放入铃鸡粉 炒匀調味 盛出装盘即可 口味清淡 烹饪方法炒 功效 提神健脑 适合一般人群食用 看视频 学做菜 就选 长厨